我上次有一個同學去找我 我就覺得他進步很快 找不出來因為他有些觀念 他就以前沒學過 所以他不曉得這個東西到底怎麼能解釋 然後那個層次 你讓他從第一條一直追一直追 喔他把我來通通都自己懂 其實我也沒有幫什麼保持 但是看到他在那邊推推推 然後再點一下 喔你那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有急反彈 到後來他程式自己就弄出來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要去 要搞這個觀念放進去 其實這個都是觀念而已 沒有說太深奧的 就是說你的數學 這個在那個計算或什麼方便 引起你高中的數學 老實講那簡單的好幾倍 對不對 你看你高中在寫什麼椭圓啊 泡屋線啊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證交線啊 我忘記那些 什麼漸進線啊 什麼漸進線啊 他搞了這個 還有什麼 代理孔這些 排列組合那些 齁 這個東西比那個 潛多了 齁 但是呢 這個東西需要觀念 齁 就是他設計的 這個instruction啊 這些觀念到底是什麼 那你只要掌握住了 那其實這個裡面就是 全部都是101010的東西 齁 齁 都是二屆類的東西 齁 而且保證是 沒有過時 齁 沒有過時的東西 齁 因為現在所有的電腦 都還是用沒有東西 所以你只要1010的東西知道 齁 齁 那通常 你以後學數位系統啊 或者在學 任何比較高生的 比如說現在所謂的 簽入師系統啊 齁 甚至以後你去設計IC啊 都都沒問題 好 他基本觀念都差不多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希望跟各位 這個安排的行程 就是 介紹第八章 齁 今天無熱度的 第八章一定會接到 齁 那最好 能夠再多看一點 地球方的東西 齁 齁 所以 這個是我們介紹今天的東西 然後再來我們要發考驗 齁 齁 那考驗發完了 可能會休息一下 就是讓大家有什麼問題 齁 我們 考驗發完一樣 我們會 呃 這個講解一下 這個參考答案 齁 然後我們再休息一下 齁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記像通知我 今天10點50分 是不是10點50分 你知道不知道 齁 10點50分 要做 齊摸問見教 蛤 蛤 上次是齊忠 對不對 上次是齊忠 所以 我也是希望 上次就是齊摸教堂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看我的這個 各位給我一件 顯然是很好的一件 對不對 哈哈 但是上次齊忠 是 參考用 齁 是參考用 就是學校 全校抽了 三十幾個老師 那個 就齊摸問見教堂 齁 但是我被放在裡面 我覺得他們是 他們是故意教我 齁 因為他 因為我通常齁 我去抽獎很少抽到 齁 我是不管是什麼尾牙啦 或什麼去抽獎 很少抽到 有時候 只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我都抽不到 齁 這是多數人抽到 我都抽不到 齁 齁 我們現在前校 四百多位老師 抽三十幾位 這個還不到 百分比還不到十 對不對 還不到十百分比 怎麼可能抽到我 齁 那所以可能他們是故意抽我 齁 那因為我現在在教務處 所以他們說 欸 你自己不做 那那那那怎麼可以 好 那做就做我 齁 我上次是其中不一件調查是這樣 那但是那一個沒有關係 那個主要是我猜 我覺得那應該早做一點 齁 早一點做 齁 比如說早一點做 比如說可能是在 在我們第九州 第十州 那 上次做我覺得已經是太老 齁 以前是太老 齁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也很想做 但是主要齁 我們其實我們 主要的考慮就是說 因為你寫的跟文獻教授 我看不到 齁 這是 他來特殊的 特殊的那個那個人來做 對不對 然後他做的時候 我我我必須離開 請問教授也是一樣 齁 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看到你寫的東西 然後他們搜集完了以後 齁 把你們卡片搜集下來 就打到教育署 教育署有一個教育署的 在裡面 都看不到 在裡面做暗房搜集 這邊那個照片 寫照片 在裡面做暗房搜集 齁 然後把你們寫的 你們是用手寫的 齁 他就把它打字 齁 他要打字 他打字打完了以後 再把結果給我 所以我也看不到你的筆跡 我看到的就是 跟你 上個禮拜看到的那個打字 一樣 齁 所以放心 我希望各位就是說 你有什麼意見齁 齁 你盡量用寫 因為 那個 選擇題齁 他也能夠 有時候 你可能覺得 唉我想寫的東西 沒有在選擇題裡面 齁 所以你可以用手寫 啊放心 絕對看不到你的筆 齁 絕對看不到 齁 齁 那 其實老實講 那個 這個最大多數的老師來講 齁 其實你只知道 是 這個筆跡是你的 他也不會怎麼樣 不會啦 我們這個 這個幫老師的第一個 要先講這種送金嘛 對不對 齁 不能說因為你寫了一個 一個東西 欸我不太舒服 結果我就把你先扣 請莫成績 先扣指紋再講 不會啦 我們應該還不會這樣 齁 所以其實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 我覺得各位 你是把你的 這個 意見 講出來 那這個 可能 我們這一個班 齁 可能一日期末 對 可能沒有什麼 到的好處 但至少 邪弟 或邪妹 這個 這個 明年 我們就會說 喔 原來哪裡 怎麼樣的 問題需要改進 齁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好 那所以我們10.50 就是要做一個 這個調查 齁 齁 那這個上次已經說 做過了 所以就是跟上次幾乎 是 那個形式是一樣的 齁 但是質疑說 這個題目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齁 我必須 他們做完了 然後再通知我 我才知道 齁 到底他們問了什麼問題 齁 好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各位放輕忠 齁 齁 這個絕對對你的成績 完全沒有影響 齁 齁 然後這一個 第三節 我們再繼續介紹 齁 所以我們希望 儘量把 第八章 改完 然後第九章 會介紹一點 然後我們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 我們會把第九章結束 然後順便介紹一下 C 介紹一點點 高階語言 那C的高階語言 我們 齊摩考不會考 C五出考是不會考 那個只是要讓各位 知道 什麼叫做高階語言 然後讓你下學期 接出C++ 會比較有先例準備 齁 主要的目的是這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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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這個 第八章 我們上個禮拜有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所謂的 就是電腦呢 你要跟外接接出 對不對 齁 你要從外接 出資料電腦 然後呢 你要把你算出來的結果 把它送給 使用者 所以你必須透過 所謂的IO裝置 齁 那通常 IO的裝置包括 比如說 keyboard 鍵盤 或者是 呃 磁碟機 各位的磁碟機 那 輸出呢 比如說是你的 monitor 就是你的螢光幕 還有呢 你的這個 磁碟機 也是輸出 啊 那當然現在的 輸出輸出裝置很多很多很多 哦 我們那時候最 這個 在練書的時候 最助名的輸出裝置 是那個 是那個 讀卡 那現在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讀卡 啊 就是你要把你寫的程式 還有你要輸進去的資料 全部打成卡片 就跟各位在畫那個 大家能考的那個卡片一樣 只是 它不是用畫 不是用鉛筆畫 是用打動 用擋動 好 那 那時候的 那一個 輸出的裝置 最 最流行的 就是 硬表機 所以呢 你就把這個 卡片送進去 電腦跑 電腦跑 這個 我們叫 機法 送去機法 電腦去那邊跑 那結果 我就用硬表機 那所以 你腦袋一疊放盒 哦 你就可以看到 哦 現在各位 這個 用了最多的 輸入大概就是 鍵盤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滑鼠 對不對 你用了很多的 鍵盤跟滑鼠 尤其現在有很多 還是用手點 有沒有 我們叫 touch touch screen 用手點的就好了 尤其他們外面很多 EA 然後銀行 那個 那個 銀行的職員 EA的職員 他們都用手點 哦 那 現在的輸出中 是 大概幾乎 哦 幾乎 很大的體力 就是 就是 直接在螢幕上面秀出來 對不對 哦 尤其 各位玩電動 你玩電動 大概從螢幕出來啊 假如我們現在說 玩電動 從 printer 印出來 哦 那大概不有人要玩 然後你也不要那個 本錢玩那個 玩那種電動 一秒鐘一吹六十張 那你看 對不對 那你不會玩電動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好方法 哦 這個 消除 玩電動的這個 這個 現象就是最好 哦 不要 那我媽裡的通通沒鬆 通通用 printer 大家要用 printer 玩電動 哦 好 所以 這個 現在大家的這一個 速度速速 逛速 非常非常方便 哦 所以為什麼電腦現在 非常流血 哦 現在連那個阿婆啊 哦 那個菜市場的阿婆啊 我都會 我都會 所以 這一個 各位 哦 不管你以後你要去做 哪一卡 你多多少少要會這個 哦 要知道說 欸電腦怎麼樣操作 哦 雖然不見得一定要很生命 哦 但是至少 人家只要不要按那個 touch screen 對不對 你就會不會觸變啊 對不對 哦 連摸都不敢摸 好 那上次我們跟各位 介紹過就是說 輸入跟輸出的裝置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就是它的輸入輸出 是 非同步 哦 那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 同步跟非同步 什麼叫做同步 什麼叫非同 這同步的話就是你知道 你不知道 這一件事情 哦 經過多少時間 經過一個固定的時間 那麼這件事情一定會做 啊 所以你就可以算 比如說經過五秒 這件事情一定會做 那你就交代一件事情 好 等五秒 你再去拿他的錢 好 所以你又拿得到 好 這我們就要講 那非同步 你不太知道 你不知道它是五秒 還是五點五秒 哦 還是六秒 還是四點九秒 你不知道 哦 那這個叫非同步 那同步跟非同步的這種 互相聯絡的方法 哦 互相互動的方法 就不一樣 哦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 你今天你是一個總經理 對不對 然後你叫底下的職員 去幫你買車票 假如這個職員很可靠 你每一次知道說 你只要交代他去買車票 那一個小時之內 他一定的車票拿好 哦 假如這個職員是那麼可靠的 那你每次叫他 哎 去買車票 然後一個小時以後 這中間你都不用管他哦 一個小時以後 好 比如說他把車票放在你的信箱裡面 那你一個小時以後 你去你的信箱 好 你就拿到車票 哦 啊 所以你下一次再叫他買車票 一個小時以後 你知道你的信箱 就拿到車票 那這樣就好 好 啊這我們叫同步 好 只有你一定知道說 他在某一段時間之內 一定會做完 他說你那個時間 你去哪 一定拿得到 不可能拿到獎 不可能拿到一張車票 就上次留下來 不可能 好 那你不可能說 你去拿車票 裡面進箱是空的 也不可能 你拿到的資料 一定不做你 這個我們叫同 哦 那非同步就不行 哦 非同步的話 就是說 他什麼時候做完也不知道 對不對 哦 那我們剛剛是買車票哦 對不對 假如你是非同步的話 你還用同步的方式來做 比如這個人 他可能 有時候是一個半小時 有時候兩個小時 還 車票給你買回來 對不對 哦 那你假如用同步的方式去拿 好 糟糕 一個小時 他會幫你買回來 就是說 你到信箱去看的話 就沒有東西啊 那沒有東西 還不打解 哦 對我們人來講的話 信箱裡面沒有收票 你就知道他收票還沒買回來 還沒有買回來 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 你等一下再去拿 在那對電腦不行 電腦的話 沒有就是通通都是連 連連連連連 16個連 你怎麼知道他 到底拿了一個16個連的東西給你 哦 還是 他拿給你的東西 不是16個連 對不對 因為電腦裡面 他裡面的東西 不是連就是一嘛 你不能說是空的 沒有啊 他不是連就是一啊 所以你今天 比如說你經過了一個小時 去信箱看 看他16個連 對不對 那到底這16個連 是你這樣還買的東西嗎 哦 還是不是 就不知道 對不對 哦 那所以 你沒有辦法像我們人這樣 我們人就說 哎呀我進去車家 到那個信箱一看 他就是空的 我就知道你還沒做完 對不對 但是這電腦他講的話 我去看 然後這幾個是16個連的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那個東西是 是不是他要給我的東西 是16個連 所以你不能欠電 哦 所以你不能用我們人的這種東西 去做電腦非同步的工作 那所以這時候 這要怎麼辦呢 就是 假如做非同步的 我們就要這樣子 好 比如他這個是車票 哦 這是車票 然後呢 這裡就有一個狀態 紀錄狀態 那紀錄狀態是怎麼樣 就是說 你叫那個人說 哎你去買車票 哦 然後假如買好了 假如買好了以後 假如買好了以後 假如他沒買好 假如他沒買好 這裡有一個病 就 你就這裡 哦 那假如你買好了以後 好 你就把這個病的設為一 這樣 啊這個我們叫Status Radish 所以你就設這個病 哦 好 那 假如說 你是總經理對不對 那你不假如他 你要去拿車票 所以你先不要去這個車票箱嘛 你先到這一個狀態 看這個病 假如這個病的是臉 啊這個傢伙 不假如到 然後你去抹婚了 哦 所以車票還沒買回來 所以你就再回去 哦 再過了 大概小鼻子 你再來一看 先不要看這裡 先看這裡 哇還是臉 哦這傢伙可能喝醉酒了 哦 票還沒買回來 哦 所以你又回去 所以你就一直看 一直看 看這裡 那一直到這一個狀態之一 把那個人知道 哦 他車票幫你買回來 所以你才去車票 這個信箱裡面 把車票拿回來 好 啊當你把車票一拿走了以後 你必須要這裡就把它 設整這裡 就代表說 這個信箱裡面的這個車票 假如裡面有放什麼東西的話 那個東西 不是你要的 你不能進來 好 那電腦也有這種方式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 假如不管 他給你拿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他這裡面一定有東西 哦 可能十六個零 啊 所以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資料就是你要的 哦 啊 所以你就是要 用這個 零跟一 就只要是一 知道有時候出資料 我可以拿來用 只要這裡面是零 這裡面的資料我不能拿 那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哦 所以你就不要去拿 電腦就不去拿 所以保證這樣子的話 保證電腦拿到的東西 一定是電腦要的東西 哦 啊不管這裡面放的是什麼 只要這裡面是一 那我知道說 這個東西就是我要的 啊 當我一拿走 我不會再重複拿 為什麼 因為當我一拿走 我就把這個bit 設為0 啊不是 設為1嘛 對不對 欸 不是 設為0 把油1設為0 那所以假如說 這個 比如說你把電腦 你把這個東西拿走 對不對 那 這個記憶體裡面 那個東西還在 哦 電腦跟我們的 這個 這個 能拿東西不一樣 比如你從信箱裡面 把一個車票拿走 這個車票就不斷 對不對 就不在信箱裡面 你看 哦 啊但是 電腦不一樣啊 比如說現在送一筆資料 是XXF0F0 你叫他 這個 送一筆資料給你 叫這個 輸入中之 讀一筆資料給你 結果他把資料讀在這裡啊 F0F0 然後他就把這邊設為1 對不對 那設為1以後呢 當你來拿資料 你看到1嘛 所以你就來拿資料 你就把F0F0拿走 但是你把它拿走 並不是說 這個F0F0不見了齁 他還是F0F0 只是你拿了一份 copy F0F0 把他讀進去 但是這裡面的資料 還是F0F0 啊所以你假如 沒有把這個batter 由1把它變成了 是不是 你 這個 2秒鐘以後 再來一看 哦一看到這邊有1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它讀進去了 F0F0F0 又被你讀一面 對不對 再過2秒鐘 然後你看這裡還是1 哇 所以這很明顯 被你讀一次去上邊 哦 所以這個資料 就會重複 一直被電腦一直讀進去 所以就是這個 這個變得很重要 哦 就我現在讀 從這個 出路通知裡面 讀一筆資料 有沒有 那麼 就電腦 我讀了以後 我就要把這個E 把它變成了 哦 那這樣子我下次再來讀的時候 我就知道 哦 假如它沒有一個新的資料 進來的話 那這裡就一直是連 那我就知道說 哦 這這裡面的資料 我不能讀 所以同樣的資料 才不會一直讀 兩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這樣子 這樣會變嗎 但是我假如用這個變 你看 假如這個速度通知 它讀了一個LVGLVGL 一個新的資料 結果它就把這個B的設為一個 欸 設為U 這裡是速度裝置 這個是用錄 好 然後最近的一個CPU在這裡 那所以我CPU看到 哦 這個B的是E 所以我就把LVGLVGLVGN 塗進來 對不對 那塗進來以後呢 我就把這個B的設為一個 那我們說把這個B的受益領 其實它這個輸入裝置裡面有一個電子電池 它自動會這樣子 喔 可教我們會看 好 從三次把這個B的受益領 那受益領的話呢 下設比如CPU 再去讀它 它會看到了 它就不讀 因為它知道這個資料是舊的 對不對 從三次不讀 這樣的資料是避免資料註如少註定 好 那比如這個輸入 比如你的Keyboard 把裡面打一個字 打一個鍵就是一個資料進去 那假如下一次它這個打了另外一個字 是0101 這個字 那Keyboard打了一個新的字以後 它就會把這個0 把它變成1 這樣 好 所以電腦等一下 它再去檢查發現 喔 這邊是1 對不對 那它就會知道說 有下一個字 所以它就把這個0101 再讀進來 這樣 所以我0101就讀進來 那讀進來以後 我再把這個1 再把它設定 所以0101這筆資料 我就不會讀兩遍或兩遍以上 這樣OK嗎 所以就電腦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要閉臉 讀同樣一個一筆資料讀兩遍或兩遍以上 好啦 那我就可以用這一個片 來 防止我讀兩遍或兩遍以上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從這個輸入工資來看 好 比如說我現在 F0 F0 第一個是F0 F0打進去 OK 結果電腦還沒有讀喔 還沒有讀之前 我就打了一個字進去 是0101 那假如我沒有這個裝置的話 我就 電腦還沒有把F0 F0 讀進去電腦喔 我就先打了一個 0101的這個字 結果就把這個F0 F0 就蓋住 對不對 那不見了 因為我只有一個 register 所以我這時候呢 哇這個F0 F0 就不見了 是010 對不對 那 電腦讀了時候是不是 F0 F0 那個字就漏掉了 所以你去他打來的話 都把幾個字 結果有些字 都漏掉了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靠這個邊 來防止 你這個輸入裝置 前面那個字還沒有被電腦讀進去 你就 打了下一個字 把前面那個字蓋掉 是吧 好 所以 我們這個輸入裝置 在輸入這些字之前 他也會去檢查自己 檢查這個bit 好 假如我這個bit是1 代表這裡面有一個新字 對不對 所以我這次去過 這個鍵盤 當我打一個新的字進去 我會去檢查這個速度 假如速度的話 抱歉 不是讓你打新的字 所以在早期的鍵盤是這樣做的 像你打得很快 有些字會不見 對 所以為什麼說 那個 螢光屋 為什麼你打得字進去 它要在你的螢光屋再秀出來 有沒有 你各位有沒有看 你打字進去 比如說你下一個子鍵 下一個子鍵進去 然後那個子鍵 會再秀出來 在螢光屋上秀出來 然後讓你確定說 你打得字進去 是不是 是不是有漏掉 這個是早期的電腦 就是因為它會 這個電腦 有時候你打得太快 前面那個字都被你蓋掉 所以電腦就沒有辦法 把所有的字都知道 但是後來的這個 像你們現在用的這個鍵盤 就不適用這個言語 所以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你假如有信息 你可以去參觀那個電信體 電信體 他們打那個 那個座位員那個小姐 他們打那個帳房 那它有一層樓 哇 那個那個 那個房間你這樣 門一開進去就是 哇 差不多有兩艘百個小姐 每個人前面就是一排那個 那個螢幕 然後你進去就聽到 啪 上 反正開始長一樣 然後每個人呢 就從頭部都不抬起來 就像 那他們打字的速度很高 所以他們打進去的東西 雲光屋常常沒有嗅住 沒有嗅住 沒有嗅住 啊 啊 為什麼要來不及抬 啊 啊 他如果每天都說 那麼多 他要打 他還要一對字 一對字對 他沒有 所以那個打字的小姐 他的打字 都是要經過嚴格調查 因為打了字進去 不像我 打了十個字 湊了八個字 那個多多不到一天 大概就是 之前會拿的不准 哦 他不會引起這樣子 他打字進去 又快又 又準 哦 啊 他的螢光屋 他們設計他的特殊螢光屋 所以你打進去 不會 這種叫ECO ECO 就是回音 所謂回音 就是你見面打了一個字 他會從螢光屋上面回 回給你 所以像我們在打字 我會打一下 我會看 這個字打的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不需要 他們不看 好 那所以 像這一種方式的話 就是 我會打一個新的一個字進去 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會出現E 那出現E的話 當我要再打一個新字 去的話 他會去檢查這個 這裡是不是E 是E的話 代表說前面那個字 還沒有被電腦讀回去 因為只要被電腦讀回去 這個E會變成 變成0 所以只要你這邊 一檢查它是E 代表說 這個字電腦還沒有讀進去 所以 不能再進入一個新的字進去 所以 當你要把新的字進去 你就一直檢查這個E 只要是E 它就不讓你 不讓你把一個新的字進去 E知道什麼 電腦從這邊 把這個F0F0 讀去了對不對 它是不是會把這個E受為0 來 好 當它把E受為0 這時候你的T4 又打一個新字進去 它給它知道 喔這裡是0 所以這時候 第二個字 0101 它才延續 所以 這邊就變成 啊 還有01 然後呢 當它打一個新字進去 它會馬上把這邊改成1 0101 所以 假如電腦還沒有把這個01 讀進去之前 那這個 一直都是E 啊 所以你這個keyboard 你要下一個字要再打 一個新字 那這邊都是E 所以不允許 你打新字 好 所以你看 兩邊就是靠這個bit 射電 或者把它清除 來打到同步的效果 所以呢 我這個電腦不會一個字 讀兩遍 那兩遍 以上 好 把它塗進去 那我這個keyboard呢 我也不會 把有一些字 電腦還沒有塗 我去把它 蓋過去 造成那些字 有些字就流 就流失掉 不會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原理這麼簡單 好 你看我再用一個bit 那這種方式我們叫什麼 叫hand changer 好 這是最簡單的hand changer 這個 中文字叫做握手 對不對 搖手 握起來搖一搖 這是握手 齁 這我們叫做握手的這種 衝進行 這最簡單的衝進行 就我們兩個人之間 齁 怎麼樣互動 那以後你假如 對這個電腦 比如說 作為系統 你會有興趣 它有更高級的這種 握手 鞋鞋 好 它非常非常有趣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以後 進階的克制 那我們這邊 用到非常簡單的 這種握手的鞋鞋 要靠這個bit 整體哨上輸出 跟電腦之間 齁 它的是一個 那個這個 出進來的字不會漏掉 然後電腦不會重複的塗 очень變 這樣OK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它是怎麼做 它基本上是這樣 這是一個Display 我一定要轉Display 我們先看這一個 Keyboard 短Keyboard Keyboard Keyboard 這個是我們的匯流碼 有沒有那張照片 黑色的那個線 就是匯流碼 這裡是MDR 然後這裡是記憶體 這是我們的RAM 這是我們的記憶體 這個就是我們的輸入裝置Keyboard Keyboard裡面有兩個Register 一個叫做Keyboard Status Register KB是Keyboard的意思 Key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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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 Register S-T-A-T-U-S 狀態的記憶體 然後這邊呢是Keyboard Data Register 所以這裡面有兩個 這個Keyboard有兩個Register 那這個Register就是我們這個Register Keyboard Status Register就是這一個 Keyboard Data Register就是這一個 所以這樣我打 這個 鍵盤打一個字進去 他就把 鍵盤就把這個字放在這個Register 然後等待這一個CPU CPU在這邊 把這個Keyboard 對到裡面的內容 然後 讀 先個NPR 讀回去 讀到比如說R0或R1或R2或R2 或R7都可以 這樣OK嗎 所以這裡 是Memory 是Memory跟Keyboard的地方 然後 這個匯頭牌 你可以跟 CPU裡面的任何一個Register 做資料的採用 所以我們速度就這樣 就這樣讀 你怎麼從Keyboard讀一個字進去 就這樣 那你這樣讀的話 這個HardWave怎麼做呢 這硬體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是我現在要讀 不管是Memory還是讀這個Keyboard 我就是 我都是送一個Address 到NPR 那這一個 這個Address到NPR 這個 這一個電子電路 他怎麼知道說 這個你要讀的資料 是從Memory讀出來 還是從Keyboard Data Regist讀出來 還是從Keyboard Data Regist讀出來 還是從Keyboard Data Regist讀出來 他就由這一個Control Logic 那我們的LC3呢 他的這個特殊的設計是 只要你這個地址是F100 那就是你要存取的動作 就是從Io裝置來 輸入舒適裝置來 假如你的F100 你的地址是F100以下 不包含你的F100 那他就知道你是要從Memory 那個就要從Memory 所以你這個 電子電路 必須要從Memory 要能夠分辨說 啊這個MAR裡面的這個Address 到底他是 小於F100 還是大於等於F100 假如小於F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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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 這邊會出現一個控制線號 讓這個資料 這種Memory 塗出來 所以他就會送一個00 這裡兩條線 他會送出00出來 00 就是一個多工器 他就選擇這條線 所以Memory的資料不出來 當然不要 假如你現在的這個地址 是大於等於F100 那麼這一個電子電路 它就會產生01 10的東西 那01或10 就看你的Address 是KBSR的Address 還是KBDR的Address 那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看 這個LC3呢 它Keyboard Data Address 給它一個位置 然後Keyboard Data Address 給它另外一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根據 這個位置 那我這個電子電路呢 就看 假如你要抓的是這個的資料 那我這邊就送出01出來 那我這個多工器就選擇這條路 然後所以這個這裡面的資料 就被你租出來了 然後再送到R 這個R 假如你的地址 是KBDR的地址 那麼這一個電子電路 它就會送出10出來 10出來 就讓你選擇這條路線 所以KBDR的資料 就被你租到CPU 你知道嗎 保持它用的是這個方法 這種我們叫Memory Max IO 很多 很多比如說 我只是稍微跟你很想 你不見人家去知道 現階段不需要去知道 那你假如有興趣的話 你知道大家 做的大事 我們電機系統一本課 叫基專機結構 那裡面也就可以知道 好 好 這個Memory Map 那換句話說這個Memory呢 它N100以上的位置 它不會是 以上 比如說N100 N1001 N1002 這些位置 一直到F F 這些位置 它不會是 因為這些位置 是把流給輸入輸出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叫Memory Map 那有另外一種Io的設計方法 不是Memory Map 但是它是 Memory有一個Address Base 然後Io有一個Address Base 那個講起來太抽獎 到大船大師再去 有興趣再去聽 好 那所以用這種方式 就是你看我是不是就可以 跟Memory一樣 利用相同的指令 我們Memory有什麼指令 讀有什麼指令 LD LDR LDI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不是有這些指令 從Memory 把資料讀到Register裡面去 對不對 好 那你假如用我們做方法 Memory Map Io 一樣 可以讀 Keyboard的資料 一樣用LDR LDR LDR LDR的方式 好 可是你要讀Memory的時候 你的Address 一定是 小1NNN 好 那假如你要讀這個 Keyboard 那你的Address 一定是大1NN 大1NN 那 等於 等於 那我們這本書呢 它會把Keyboard Stata Range Keyboard Data Range 設定 特殊的 地址 來我們看看這個地址代表 這裡 F100 就代表Keyboard Stata Range 這一個 這個地址就是F100 這個地址是F100 這個地址是F100 這固定 它這Hardware 這硬體就把它設定 固定就是這樣 好 就這邊的地址 對 你要去抓東西 你一定要給地址 要讓你送信 要給地址 那這個地址是F100 這個地址是F100 所以我這邊假如 我說 欸 我要這個 RODE 從F100 抓支量 所以你就一樣 下這個RODE 然後這個 所以算出來會F100 然後 那這個F100 進到這邊 喔 這個電子電路說 喔 你要讀的是F100 所以它這邊就送出 01 出來 啊 這時候就把這個 這邊Keyboard Stata Range 裡面有 拖著這一角度 這個東西 就送出來 好 那假如你要讀KBDR 比較RODE 然後算出一個位置 是F100 送到這邊 那 那 結果這個電子電路 它就會這邊就送出1 1 1的話 喔 你這個Keyboard LLS的資料 就透過這裡 好 結果很重要 這個 這個 這樣OK嗎 好 好 所以我們的 Keyboard 的方式 就是用這個 好 喔 那 問題是說 好啦 那我們現在硬體是這樣做 對不對 喔 硬體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有 這個 多的這種 電子電路 對不對 那你軟體要怎麼樣去寫 才可以說 達到我們剛剛的效果 就是說你假如這邊Keyboard 有一個資進來 對不對 那我就去偵測說 什麼時候你有一個 新的資進來 我才能讀 對不對 好 啊 這個軟體呢 就是要我們 設計師去寫 好 硬體是這樣 但硬體它不能動 你一定要寫軟體去動 去達到這個 輸入的 效果 好 硬體是這樣 它是死了 是在這裡 好 但是你怎麼樣知道說 喔 現在Keyboard 有一個新的資進來 你要使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就是很像我們 所謂的 驅動 驅動程式 有沒有 只是這邊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 驅動程式 喔 現在沒有一個驅動程式 像我們現在 這個這個Keyboard 目前介紹的這個 這麼簡單 你這樣這麼簡單 你這樣不出去 你這樣不出去 但是我們知道 大概告訴你說 它的嚴力是什麼 喔 那你知道這個簡單的嚴力 你現在比較 步調的 驅動程式 你應用同類的嚴力 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 就請 好 感谢观看